美國連作戰計劃都說 兩天內就會斬首烏克蘭的政權 就是從邊境到幾乎 會有5萬平民死傷 500萬人淪為難民 就是告訴大家 烏克蘭戰爭非常可怕 而且俄羅斯已經都做好作戰計劃 馬上就要打 那才講完沒多久 彭博社就來說已經打 不小心打了 這中間配合的還蠻天衣無縫 所以美國是真的在炒作 整個俄羅斯進攻烏克蘭 侵略烏克蘭的這一個形象 那在這個時間點 包括東奧也是一個 比如說在烏克蘭選手入場的時候 你特別用你的畫面去切普丁的畫面 說我普丁在看著你烏克蘭 那不是說是在暗示大家說 烏克蘭戰爭一觸即發嗎 對啊 它第一個洗美國觀眾的腦 第二個洗世界輿論的腦 就是有點像1450洗版 然後帶風向 它這個帶風向是威力很龐大 那比台灣的那些小1450 那些那要強多了 它是世界這種大的新聞社一起全部配合 可是問題我覺得真的 他們也真的是自信心太強了 自我感覺太良好 俄羅斯否認對不對 普丁又說這個西方想把我引誘我進入一場戰爭嗎 已經講得夠明了 普丁親自講 那個烏克蘭也否認啊 烏克蘭說我沒有覺得俄羅斯要打我啊 而且烏克蘭人你看這個 這個冬季勞運進場的時候 歡喜鼓舞還蠻開心的 所以他們不知亡國恨嗎 他沒有啊 我覺得烏克蘭人我覺得 我上次看一個西方媒體也好 他們老百姓也認為說 他們說應該不會打 在他們地鐵訪問了很多這個烏克蘭民眾 烏克蘭民眾你覺得不會 俄羅斯不會打 俄羅斯不會打 那打怎麼 他說打也沒辦法 跟我們台灣的老百姓 他好像有點像 那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真正就變成今天這個 烏克蘭跟俄羅斯被推上舞台上 觀眾一直叫上面 就好像那個Gladiator 就是那個競技場 羅馬競技場 人獸鬥爭 觀眾一直說 把他宰了 叫他們鬥的 鮮血淋漓 對不對 你還沒鬥呢 他就說會死五萬 五百萬難民 先搞得鮮血淋漓 先告訴大家很可怕 鮮血淋漓 不過現在已經達成一個 達成一個效益了 對美國來講的話 就是說對英國來講 本來大家都談美國的通膨 美國的內戰 拜登的民調 美國現在疫情控制不住 英國在講 Johnson亂辦Party 現在他的黨內 這些年輕人 要拉他下來 要拉他下來 本來中間都在 這周圍 最近都沒了 大家都關心烏克蘭 都跑到烏克蘭去了 解救了美國跟英國的內政問題 解救了 我覺得非常成功的解救了 這兩位 就是說小川普拜登先生 跟那個Johnson 英國的川普 英國的川普 這兩個人的國內政治危機 我覺得起碼達成這個目的 所以我是覺得 其實你要看一下 美國的這個近代史 他在面臨一次大戰跟二次大戰的時候 事實上這些事情常發生 那你要知道美國打完二次大戰的時候 美國境內的這個講德語的人口 跟德語的報紙 幾乎就完全消失了 你知道德國 美國在這個時候Rotsbelt 就是說這個鐵鏽帶 在這個北方幾個省 工業很發達的 在二次大戰前 家裡面講德語的比例的family 到非常高一個百分比 德語的報紙還有十幾家 可是因為美國參戰以後 跟德國納粹宣戰以後 這些講德語的人口不敢講了 第二個德語報紙也都消失了 對於美國內部消弭非一我族群 也就是非Uncle Sarkin族群 這二次大戰發生了很大效益 那麼所以就是說 美國這樣的一個這種移民國家 事實上幾次對外的戰爭 對於它內部的這種認同 跟消滅不同 這種滋留文化有極大的效益 所以真的就是說 很多非美國的國家應該要小心 在美國在這邊 當觀眾在這邊拍手 或者說你應該把這個真次飛彈 放到每個派出所 這種收主意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 它不是為了你 它是為了它自己 這是美國的認知作戰的一環 一環 那關美國認知作戰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對於烏克蘭的一些離譜的報導 那對烏克蘭一些離譜的這一個推測 就是甚至都已經說俄羅斯入侵了 那在白宮的記者會上面呢 白宮官員針對這件事情也跟記者吵起來 這發言人跟記者吵起來 因為記者認為你講的話漏洞百出 你怎麼知道俄羅斯已經入侵了烏克蘭 有什麼樣的作戰計畫 證據是什麼 當問證據是什麼的時候 美國的這個發言人跟記者說 你比較相信俄羅斯 你去問俄羅斯好了 你這個俄羅斯同路人 到最後就是要消滅內部不同的聲音 就跟我們現在台灣一樣 台灣你就是我們最近 這個獨派出征黃玉婷 就是說你最後你就會先 先在內部肅清 這個內部肅清是 是一定會發生的 那不過我覺得美國這種高度 把他的這種對手 妖魔化 美國人常常講說 這個叫Demonization 就是把他妖魔化 這美國政治常見 那在國際上Demonization 這種妖魔化 那美國常見 都把別人講得跟妖魔一樣 他是有他的限度 因為你挑戰是人的基本常識跟良知 那就是說你做到過分 是有人會起來質疑 可是質疑的時候 美國社會通常一個方法 就是怎麼樣霸凌他 聲討他 甚至把他逐出這個群體 這個是過去 我認為美國社會一貫的反應 那我們台灣現在也有這個問題 台灣現在你會看到 這個對於不同政治認同的人 那我覺得會在台灣內部會遭受到更多 可是問題就變成 你這種做法做久的話 其實是傷害到你自己社會 你今天把蕭敬腾也給他灌個帽子 你方文山也給他灌個帽子 那你不是傷害到自己人嗎 這是方文山 蕭敬腾都是我們台灣 我認為台灣是國王 是我們台灣小孩 我們自己的堅拉 那為什麼他們又要去這樣出征 黃玉廷也是我們台灣的堅拉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在社會裡面 沒有人在講他不對 你為什麼這些人就要去把他 霸凌他 那就把他戴帽子 然後加以蒙布袋 然後痛打一頓 這個不好 那我覺得美國將來會有最大的問題 很多 最近你看他們這個 美國的媒體報導 也就是大陸這次澳東澳 有一個聖火選手 是維吾爾族的 對最後一個聖火 聖火 是維吾爾族 維吾爾族的 那你看美國的媒體這種報導方式 我昨天在開幕式講的話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震榮起潰 我覺得是非常有深度的 他講到底 他說我們奧運的精神 就是要謀求和平 我們希望給這個世界帶來和平 我們希望給這個世界帶來和平 而且我們反對什麼 我們反對人家在這個國際社會上 一直在組牆 我們希望把這些牆都給他拆掉 你想想看這些政治人物 這些政客 這些霸權主義 是不是在我們社會 在我們國內社會 國際社會 就不斷不斷的製造一段高牆 然後呢 在同是一個地球村的所有成員裡面 散播很多對立跟仇恨 我們不需要這些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互相關愛 共同合作的一個國際社會 我們都是這個星球的人 我們不要對任何的文化 對任何的國家 對任何政治體制 或者就一定要有仇恨 或者沒有仇恨製造仇恨 不接受他仇恨的話 你就被仇恨 所以呢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 仇恨是要消你的 仇恨是不要去製造 仇恨呢 是要去把它化解 那今天這個世界 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 誰在散播仇恨 誰在製造仇恨 這個仇恨是根深蒂固 那說穿了 你今天中國大陸 請一位這個維吾爾族的 來一起點點生活 不是象徵民族之間團結嗎 難道你不希望看到 中國的民族團結嗎 顯然他是不希望看到 他是希望你的 中國的民族之間有仇恨 他就高興 這種心態跟這種觀念 是我覺得是阻礙人類社會好 一個共同體 或者說大家是一家好 都是一個地球村的成員的這種觀念 最大的障礙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看了很多 其實我是不同角度看 我是不同角度看這些問題 我是覺得 其實美國這個社會的價值 跟他的這些觀念 我覺得是因為是需要人不斷去提醒他的 因為他們是得天獨厚 他們是相有最大的影響力的 他們的一舉一動 事實上會決定很多國家跟人民的命運 我希望他們就是做成一個世界 你是super power 你不要帶給其他人 家坡人亡 其他人社會 對立動盪 你不要成為這個一個 成為的 你應該帶給大家 是團結 是和樂 是相親相愛的 那這個應該在美國的教育裡面 應該要加強 我是真的很誠懇的建議美國這個國家 不要單元價值 不要以靈為禍 不要你獨強 是因為別人都很爛 對 不要人家起來了 你就一定要把人家踩下去 我們都是一家人 在這個地球上 大家都是同樣的成員 這個部分我覺得 很需要在 在這個美國的這個教育體系裡面 要去增強 因為它太強的這個民主主義 自我中心 就很容易去 去 妖魔化別人 去詆毀別人 去踐踏別人 或者說 甚至就是 公然的霸凌 或者侵略 或者武力相向 那我們今天看得很清楚 二次大戰以後 哪一個國家軍隊 在全世界 橫衝直撞 沒有 只有一個國家